高雄小港机场日前有民众募集 一对情侣疑似喝醉之后 在机舱闹事被机长拒战 其中女方事后不断声称自己是华航空姐 还惊动航警出面协助 整个过程也造成了班机 延误约40分钟起飞 对此华航回应 已经联系了当时的员工来厘清状况 如果有不当的情形将依规定查处 机场内不少民众提着行李准备出国 不如日前却有女子疑似喝醉 在机舱大闹 而且事后传出她的身份 疑似是华航空服员 一男一女在免税商店旁 周围还有几名航空公司人员以及航警 这一幕被其他民众拍下颇旺 抨击真的是丢脸丢到其他家 原来这名自称是梅花小姐的女子 28号中午11点多 准备和男友从小港飞往香港 登机前却疑似喝醉 随后到机舱内怒骂不雅自演 影响飞航秩序 不只被机长拒载 还因为要取回飞机上的行李 导致原本表定11点20分的班机 延误到12点01分才起飞 预计共97名旅客受到影响 当然会受影响 因为有的人她之后还有安排 如果对于这样 我可能会心情很不佳吧 消息曝光民众也觉得不可思议 同样身为空服人员 应该更具有同力心 不过也有人认为 这是女子自身的行为 需要管束 和职业没有太大关系 空姐是她的职业 可是她现在是在休假的期间 那就是个人的行为 在机场内闹事 依照民用航空法 可处1万到5万元八环 警方说若是受影响的航空公司 觉得有需要并且报案 才会对当事人进行开罚 结果反应 华航公司也回应 确认闹事女子是华航员工 已经联系当事人了解状况 若是有不当行为 也将依规定查处 解放家网超群高雄报道